诸位好,我是UP主的朋友小李 在未来的几期,会由我来完成视频的配音工作 上期讲到,由于王莽全盘失败的新政和对外政策 导致边疆不敬和国内政局不稳 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耗费了新潮大量的国力和人力 王莽想要效仿汉武帝,计划以举国之力远征匈奴 于是他蒸发了30万大军囤住于北方各个边郡 并且要求从全国郡县争掉粮草支援 这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其中最为凄惨的当属北方边郡的百姓 当时集结在那里的新军部队军级败坏 经常放任扰民 王莽知晓这种情况后 就派中郎将和秀医执法各55人 分别镇守原边大郡 监察违法作乱的雕徒 但事与愿违 这些人利用权力之变 反而公开收取贿赂 掠夺百姓财物,扰乱州郡 尤其以武援和戴郡的情况最为严重 边郡民风本就汉勇 于是毫不意外地出现了规模打数千人的明辩 王莽只能派不到将军孔人 花了几年时间才平定 加上匈奴常年侵扰边疆 以至于到了天缝元年 边郡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了 之后 灾荒和积义开始由边郡迅速地向内地蔓延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和盗贼 严重动摇了新朝的统治基础 到了公元17年 南郡和南洋江下一带因为连年饥荒 百姓们甚至只能进入草泽中挖福祠冲击 福祠就是现在的笔切 南方人应该吃过这种东西 当时在新石当地有比较高威望的王匡 王凤两人趁机发动起义 并被推为领袖 不久 马武 程丹 王长等人也加入起义队伍 义军规模很快发展到七八千人 这支起义军以鹿林山为根据地 所以被称为鹿林军 不过这里说明一下 鹿林军起义和两百年前的陈胜吴广起义 很不一样 陈胜吴广在大泽香起兵后攻下陈县 然后兵分六路 迅速把起义生势扩大到全国 而鹿林军则不同 他的势力范围在之后的四五年内 始终限定在鹿林山一带 其实他的性质特别像 《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 梁山好汉当年也是以梁山为根据地 反抗朝廷 其实这个时候的鹿林军和梁山好汉一样 不算真正的起义 这些人因为饥寒贫苦 才被迫落草为寇 但也盼望着年成丰收了 就能重返家园 所以虽然规模以万计 但始终不敢攻占城市 也不会主动攻击朝廷的官员 举个例子 在公元二十一年 鹿林军起义四年之后 荆州木动员两万人去飞搅鹿林军 王匡则率众在云渡迎战 大破州府官军杀敌数千 荆州木准备向北撤退 而鹿林将领马武等人再与劫机 并且当时已经勾住了荆州木所乘的马车 并杀了车左右赔城的人 但始终不敢杀害荆州木 这个和水浮传里宋江等人俘虏了高求 却不敢杀他的情节非常像 总之 阿普个人觉得早期的鹿林军 性质和水波凉山非常相似 所以后世也常用鹿林好汉指代造反英雄 在公元十七年这个时候 除了王匡王凤以外 还有南军的张霸 江下的杨木同时崛起 各有一万人之中 不过张霸和杨木在史书里没有更多的记载 王莽传将其归为鹿林军里下江兵一派 推测应该是后来加入了鹿林军 另外还有林怀仁瓜田仪在快击军起义 占据长州 同年在北方狼牙郡海区县爆发了 驴母领导的起义 她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领导的起义 吕氏原本是当地以卖酒为业的大富商 但其独子吕玉被县令冤杀 吕母为了替儿子报仇 便散尽家财 广结贫苦少年 聚众百余人 一鞠躬下海区县城杀死县令 随后这支队伍转战狼牙郡附近的海岛 规模发展到万人 吕母死后 这支队伍应该加入了之后崛起的赤梅 青毒 铜马等起义军 而在驴母领导起义军转战海上时 在泰山周围 也同时崛起了两支起义军 天奉五年 东海军谭成人 聚众万人 活动在徐州 衍州一带 同年 狼牙郡人 繁崇在承阳国的举县 聚众百人 起义 她自号三老 转战入泰山 不断袭击冠军 当时 在青州 徐州一带连年饥荒 民不聊生 大批鸡民 揭竿而返 大大小小的起义军 纷纷会指导 繁崇的旗帜下 不到一年 规模就达到了万人 与此同时 狼牙人 庞安 东海人 徐轩 谢露 杨阴 等也率重起义 拉起了数万人的队伍后 也都上了泰山 加入了繁崇的起义军 此后 这只与义军 远袭举城 但未能攻克 随后转战孤母 与探堂侯田矿 指挥的官军击战 间谍数万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后 北上进入青州地界 在夺取了大批财物后 重新返回泰山 其实在这个时候 繁崇的起义军 和占据陆林山的陆林军 性质差不多 都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而被迫起义 在起义开始时 也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 这只队伍第二次返回泰山后 效仿汉太祖刘邦 定下了最简单明了的法律 杀人者死 伤人者常创 此外 这只队伍并没有具体的文书 惊奇 布区 号令等 其中最为尊者 如繁崇 次号三老 次一级的称从事 再次一级的称祖使 这些名号可以说是西汉时期最低级的地方小利了 这和当年陈胜吴光起义后不到半年就称王的行为差别很大 这里回到王莽视角 其实在起义初期 也就是在天凤年间 国内的起义军并没有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 当时王莽的主要精力还是花在平定四方蛮夷的叛乱上 上期视频也提到 在新莽末年 新朝周围的少数民族全面叛乱 东面的高沟黎和乌环脱离新朝统治 北面的匈奴重新与中原为敌 西面的雾脊校尉和西域都虎先后被杀 西域脱离新朝控制 南面的曲挺和义州蛮夷起兵叛乱 而朝廷当时最首要的问题还在解决北方的匈奴 甚至一度征调三十万大军准备讨伐 不过幸运的是 公元十三年 与新朝为敌的禅于 鸾提支去世 当时匈奴的当权大臣 幼谷都侯须补当 用力鸾提贤为新任匈奴禅于 须补当算是匈奴大臣里的清华派 他是王昭君女儿的丈夫 算是和汉朝有一定的渊源 所以主张和新朝恢复和亲 继续和平相处 不久 新任禅于采纳须补当的建议 重新和新朝和亲 不过虽然匈奴和新朝在表面上恢复和平 但实际上匈奴并没有停止趁火打劫 依然截略新朝边郡如故 然后是西域方面 在公元十六年 王莽重新派特使五威将 王骏以及新任西域都护李崇 和物极效为郭清出使西域 希望重新控制西域 原先首先叛乱杀死西域都护蛋清的燕齐国 这次假装投向新朝 但暗地里秘密集结军队不防 王骏则率领刹车和求资的军队七千多人先行进入燕齐国 另外命令郭清率领一支部队作为后卫 在王骏进入燕齐国后 燕齐国随即展开伏击切断王骏的退路 随后和姑母、风黎、威虚等国合击王骏的部队 并将其全部斩杀 郭清则在稍后抵达了燕齐国 当时燕齐国的军队还未来得及回防 郭清于是发动骑袭展开报复 屠杀了当地的老弱妇女 随后去到车施退回国内 而西域督户李重则收集残余部队退守秋辞 没过几年等新朝灭亡 李重去世后西域和中原彻底隔绝 然后是西南蛮夷的叛乱 朝廷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评判 前后派遣了好几任将军 诸如冯茂、连丹等 甚至蒸发了天水、龙溪的骑兵 加上广汉、八郡、淑郡、乾围等郡的官员 郡兵、壮丁十万人 加上后勤共计二十万人去评定西满仪 但是始终收获不大 评判前后大概花费了十年 但一直到新朝灭亡都未能完成任务 在公元十七年左右 也就是国内起义刚刚爆发之时 王莽并未重视这些起义军 只是当成普通的盗贼看待 并采取安抚的政策 派使者去当地赦免这些强盗 这条政令还是有一定功效的 比如在四年后 成功招降了快击郡启事的瓜田仪 可是瓜田仪还未出发就死了 王莽追视他为瓜田商男 不过没投降的才是绝大多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内的形势越来越乱 起义军也越来越多 到了公元十九年 王莽已经意识到全国盗贼 越来越多的问题 迷信的王莽此时采取自欺欺人的做法 下诏书说 我会跟皇帝一样成仙升天 想以此来欺骗和夸耀于百姓 当然大家都当笑话看 同时 王莽在第二年改元帝皇 并下诏诅盗贼 同年下令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 为他的祖宗修建穷极壮丽的九庙 前后花费三年时间建成 公费数百巨万 足徒死者数万 公元二十一年 王莽派遣太师西众 井上 庚石将军护军 王达 率军攻打清 徐 一代的樊城等起义军 同年 南郡人秦丰 率众万人起兵 平原郡女子池昭平 也聚众数千人起兵 公元二十二年二月 樊崇的起义军 斩杀了太师西众 井上 四月 王莽再派遣太师王匡 更使将军连丹 东征讨伐樊崇军 樊崇得知朝廷派大军 前来讨伐 担心跟官军混战时 南鱼明辩敌我 于是统一用朱砂抹红双梅 这就是赤梅军 名号的由来 当时王匡 连丹 虽然率领兵马十余万 但部队军级败坏 百姓深受其害 反观赤梅军 军级严明 以至于当地流传的民谣说 宁逢赤梅 不逢太师 太师尚可 更使杀我 到了冬季 吴延县的索卢辉等人 占据县城 起兵造反来响应赤梅 连丹和王匡 则率军攻下无言 杀一万多人 当时赤梅军的别部校尉 董县等人 率军数万 在梁郡活动 王匡想去进攻他们 而连丹认为 刚攻下县城 士兵疲惫 应该暂时休整一下 奈何王匡 这个诸队友不听 单独率领军队前进 连丹无奈 只能跟上 双方战于成昌 最后王匡大败而逃 而连丹则说 小而可走 武不可 于是留下 继续战斗 最后战死 连丹颇得军心 部下二十多人 听说自己的长官战死后 也都选择战死相随 此战 官军几乎全军覆没 赤梅军势力大增 发展到十几万人 随后转战 清 徐 阳 玉 树州 朝廷基本失去了此地的控制 王莽只能派兵退守河南郡一带 命大将军阳郡 镇守敖仓 大司徒王巡 统率十余万人 镇守洛阳 就在赤梅军在北方重挫 王莽军的同年 南方的陆林军的形势 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年王莽派纳颜将军 盐游 志宗将军 成茂 此长安率官军进入荆州围剿陆林军 而这时 陆林山中也爆发了瘟疫 陆林军因此死伤过半 为了摆脱困境 陆林军决定兵分两路转移 一路由王长承担率领南下渡过汉水 在南郡一带活动 称为下江兵 一路由王匡 王凤 马武等人率领 北上南洋 称为新士兵 到了七月 王匡率领的新士兵进攻随县 在隋县附近的贫林 陈牧 廖战等人聚众一千多人 号称下江兵 与新士兵会失于隋县 隋县距离冲林县只有几十公里 而冲林正是本系列的主角 刘秀的老家 到了这年十月 刘尹 刘秀两兄弟 也在冲林骑兵 响应陆林军 可能有人好奇 王莽窜汉时 刘氏的皇族在做什么 他们没有反抗吗 其实一直有在反抗的 但是并没有给王莽造成实际的困扰和威胁 而且讲起来比较乱 这部分 阿普就略过了 下期 我们会具体介绍刘尹 刘秀 两兄弟 以及陆林军 之后的发展 在关于还议也议的 我会议议的 我会议议的 这部分是 我会议议的